猎王记下第十九章 西西迦王听见了 就把自己的衣服撕裂 披上麻布 来到耶和华的殿 王又派王宫总管以利亚靖 书记舍伯纳和祭司中的长老 披上麻布 到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那里 他们对他说 西西迦这样说 今天是痛苦、责罚和侮辱的日子 好像婴儿的产旗到了 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 耶和华你的神 听到拉伯沙基所说的话 他就是他的主 亚述王派来辱骂永活的神的人 就因着耶和华你的神 所听见的话责罚他 所以 请为这里余圣的人献上祷告 西西迦王的臣仆就来到以赛亚那里 以赛亚对他们说 你们要这样告诉你们的主人 耶和华这样说 不要因你所听见亚述王的随从 亵渎我的话而惊怕 看啊 我要使他的心精湛 他将听见消息 就退回自己的地方去 我要使他在自己的国土倒在刀下 拉伯沙基回去 发觉亚述王正在攻打利拿 因为他曾听说 亚述王以拔营离开拉吉 亚述王听见有关古石王特哈加的消息 说 看啊 他出来要和你交战 于是 亚述王再派使者去见西西迦说 你们要对犹大王西西迦说 不要让你所信靠的神欺骗你说 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看啊 你听过亚述猎王怎样对付列国 把他们完全毁灭 你会得着解救吗 我祖先所消灭的民族就是 哥萨人 哈兰人 利瑟人 和在提拉萨的伊甸人 他们的神可曾解救他们吗 哈马王 亚尔拔王 西法瓦因城的王 西拿王和以瓦王在哪里呢 西西迦从使者手中接过信件 念完了 就上耶和华的殿 西西迦把信件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西西迦在耶和华面前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坐在二基路伯中间的 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神 天地是你创造的 耶和华 求你侧耳聆听 耶和华 求你睁眼垂顾 听那派使者来侮辱永活的神的 西拿基利的话 耶和华 亚尔拔王真的曾毁坏列国和他们的领土 把他们的神丢进火里 但他们并不是神 不过是人手用木头石头做成的 因此他们可以把他们除掉 现在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从他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 地上万国就可以知道 只有你耶和华才是神 于是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派人去见西西迦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向我祷告 有关亚述王西拿基利的事 我已经听见了 下面是耶和华所说 关于他的话 西安的居民藐视你 吃笑你 耶路撒冷的居民 在你背后摇头 你辱骂了谁 亵渎了谁 你扬生攻击谁呢 你高举眼目是向谁傲慢呢 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 你借着你的使者 侮辱了我的主 你说 我要用大批的战车 攀登众山的高峰 到达黎巴嫩山的顶端 砍伐高大的香薄树 加美的松木 我要进入极远的风鸾 最茂密的森林 我绝景引外地的水 我用脚掌踏干埃及所有的河道 你没有听过吗 在远古我已决定 在古时我已筹划 现在我要实现 就是你使摄防城变成乱堆 他们的居民没有能力 金黄 羞残 他们好像田野的嫩草 青绿的蔬菜和房顶上的草 还未长成就枯萎了 你坐下 你出去 你进来 以及你对我所发的烈怒 我都知道 因为你向我发了烈怒 你狂傲的话 进入我的耳中 我要把我的钩子 勾在你的鼻子上 把脚环套在你的嘴上 使你在你来的路上转回去 这要给你做一个征兆 这一年要吃自然生长的 第二年也要吃自己长出来的 第三年要撒种收割 栽种葡萄园 吃他们的果子 由大家脱逃的渔民 必再往下扎根 往上结果 因为将有剩余的人 从耶路撒冷出来 将有逃脱的人 从西安山而来 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全这事 因此 耶和华论到亚述王这样说 他不会来到这城 不会在那里射箭 也不会拿着盾牌向城进攻 不会竹起土堆围攻他 他必寻他来的路回去 他必不能来到这城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为了我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 我必保护这城 拯救这城 那天晚上 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军营杀了十八万五千人 早上 他们起来的时候 看啊 到处都是死尸 于是亚述王西纳基利 拔营离开 回去住在尼尼维 一日 他正在他的神 亚斯洛的庙中叩拜的时候 亚德米勒和沙利巴 用刀刺杀了他 然后逃到亚拉拉地 他的儿子以撒哈顿 接续他做王 接续他就有什么事 接续他向前 他就会有什么事 你会有什么事 那样 他就会有什么事